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有几个热点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中国政府顾问建议 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保持在5%左右 并呼吁加强财政刺激措施 以应对美国可能上掉关税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 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期也在上升 顾问们将在下个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些建议 而新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将在明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正式公布 接下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常候选人 因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而引发争议 霍华德·卢特尼克的金融公司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让人担心他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独立性 参议院的多位成员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这可能会影响美国工薪阶层的竞争力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特朗普政府未来政策走向的广泛关注 最后乌克兰近日发射了多枚英国暴风影巡航导弹 这是自获准使用美国远程导弹后的又一行动 随着局势的升级 乌克兰希望能够打击支持俄罗斯入侵的后方基地 美国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 而这场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一千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政府顾问呼吁将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维持5%不变 美国之音中文网 路透社独家报道 中国政府顾问建议 北京应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约5%左右 并推动更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 以减轻预期美国上调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报道指出 维持与2024年全年相同 且似乎难以实现的增长速度的雄心 如果得到确认将会让金融市场感到意外 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金融市场压住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将逐渐放缓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六位中国政府顾问中 有四位支持将2025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定为5%左右 一位顾问建议将目标定为4%以上 另一位则建议将目标为4.5%至5%的 范围 这些顾问虽不参与决策 但将向下个月闭门召开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交建议 届时 北京高层领导人将讨论明年的政策和目标 中国新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要到明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才会正式宣布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超过60%的关税 中国政府仍坚持设定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 这表明 北京已准备好大手笔支出 特别是 如果无法通过谈判 降低关税 或推迟征收关税的情况下 路透社本周对50多位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预测 中国明年经济将增长4.5% 他们并预计 特朗普将在明年初实施近40%的关税 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最多达一个百分点 受访顾问之一 主张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的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 通过进一步扩大内需来抵消特朗普关税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 明年我们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政策 余永定说 他并不冲称 政府预算吃字 肯定应该超过今年 规划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的水平 一些经济学家敦促北京放弃或降低增长目标 以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刺激政策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巨额债务 但支持制定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的人认为 这些目标对于维护中国的全球地位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中国是现代化愿景 是2035年中国将经济规模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有望超过美国 在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认为 这一目标不切实际 但它仍影响着中国国内政策的讨论 为了实现2035年的目标 我们需要在2025年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 第二位政府顾问表示 由于未获授权 对媒体发表评论 大多数中国政府顾问都不愿透露姓名 脆弱的出口形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纳 格奥尔基耶娃 Crystalina Georgieva 上个月警告 除非中国从出口和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 转向为由消费需求驱动的模式 否则其经济增长可能会远低于4% 美国潜在的关税威胁 令中国工业体系感到不安 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售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商品 许多制造商已将生产转移到海外 以规避关税 于永定淡化特朗普的威胁 指出中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很小 官方数据显示 2023年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为2.2% 尽管出口总额占经济产出总量的近20% 其他经济学家认为 工业产出、收入、投资和就业 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 而额外的贸易壁垒 可能加剧通货紧缩压力和增长阻力 如果中国出口受到冲击 并且无法通过国内需求增长来弥补 那么通货紧缩压力将会加剧 建议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4%以上的 中国政府顾问表示 提出 4.5%至5增长 目标的顾问表示 明年经济面临的压力甚至会更大 我们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更多刺激措施 本月中国公布了一项10万亿元人民币 1.4万亿美元债务计划 以缓解地方政府融资压力 但没有采取直接的财政刺激措施 分析人士表示 北京可能想在特朗普采取第一步行动之前 先保持警戒 以便有余力应对未来的变化 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表示 更多刺激措施正在酝酿中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规模和时间 政府顾问表示 中国明年的预算赤字 可能飙升至GDP的3.5%至4 并且可能会发行更多通常 不包括在年度预算中的特别国债 为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提供资金 他们表示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政策 可能包括加大对低收入居民的财政支持 扩大今年推出的补贴计划 以促进家电 汽车和其他商品的购买 但大规模发放现金券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他们也敦促政府官员 推进承诺的税收 福利和其他政策改革 以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 如果改革停滞 我们仅依靠政策刺激 那么从长远来看 这是不可持续的 最保守的顾问表示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 与中国的商业关系 引发争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提名投资银行家霍华德 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k 领导负责美中贸易战事务的关键政府机构 但卢特尼克与中国密切的商业往来 成为关注焦点 担忧其是否能在决策中保持独立性 卢特尼克掌舵的金融服务公司 因与中国的合作 而获利颇丰 包括与中国国有企业忠诚信托 有合资关系的BGC集团 以及帮助中国企业 在美国上市的金融服务公司建达 Kenter Fitzgerald 国会议员和伦理专家指出 这些金融关系令人质疑 卢特尼克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 在决定对中国实施新关税和出口限制措施时 是否会受到北京方面的不当影响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参议员罗恩 怀登 Ron Wyden 质疑说 卢特尼克先生与中国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 美国民众怎么能指望一个 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人 帮助美国工薪阶层与中国公平竞争 建达公司 BGC集团和特朗普竞选团队 暂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参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的 民主党参议员蒂姆 凯恩 Tim Cain表示 他预计卢特尼克的江 被追问关于与美国对手金融往来的问题 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的商务部长的首要任务 是为美国人民服务 而不是个人商业利益 BGC集团和中诚信托 合资成立了中诚宝杰斯 货币经济有限公司 China Credit BGC BGC持股33% 市值接近2800万美元 中诚宝杰斯的最大股东 是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中国人保集团 该公司官网称 2023年 中诚信托积极践行金融国企的 使命担当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这家合资企业 2010年货批落户北京 为中国境内外外汇市场 货币市场 债券市场 及衍生品市场等 提供经济服务及数据服务 根据BGC集团的新闻稿 此次合作标志着 首家获得中国银监会颁发执照 在北京开展业务的 中外合资交易经济公司 商业伙伴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政府伦理学教授 凯瑟琳·克拉克 Kathleen Clark 表示 卢特尼克实质上 是中国政府的商业伙伴 这让人担心 中国政府对商务部长有影响力 他说 最糟糕的情况是 将控制权拱手让给外国政府 美国法律禁止任何行政部门官员 亲自且实质性的 参与会影响其财务利益的特定事务 但克拉克指出 由于卢特尼克可能采取的任何贸易 或出口政策变化 仅会间接影响其财务利益 它可能不会被视为违反法律 不过 克拉克补充称 宪法的薪酬条款 旨在防止外国政府 通过向美国官员提供经济利益 而对美国政策产生不当影响 这正是我们拥有 外国薪酬条款的初衷 他说 此外 建达公司还帮助中国企业 在美国资本市场立足 该公司去年为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阿诺伊奥 埃德雷诺提 德纳斯达克 IPO提供承销服务 这是中国实施海外上市备案新规后 首家成功上市的中国企业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建达公司还在2015年和2019年 承销了另两家中国公司的上市交易 分别是GD文化集团和伊美国际控股集团 Aesthetic Medical International 今年稍早 伊美国际被纳斯达克摘牌 BGC集团9月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 美中贸易关系可能影响公司的业绩 这进一步凸显了卢特尼克在平衡其商业与政策角色时将面临的挑战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启用美国远程导弹后 乌克兰再发射英国巡航导弹袭击俄罗斯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星期三 11月20日向俄罗斯境内发射了多枚英国暴风影 Storm Shadow巡航导弹 这是继前一天在首次发射美国远程导弹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后 乌克兰获准对俄罗斯目标使用的最新西方武器 俄罗斯战地记者在通讯平台电报 Telegram广泛报道了此次袭击 根据他们发布的视频和报道 导弹袭击了与乌克兰东北部接壤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至少可以听到14次巨大的爆炸声 视频拍摄于一个住宅区 画面显示远处升起黑烟 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也证实了该袭击的消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位发言人则表示 他对此事没有任何信息提供 亲俄的电报频道两名少校Two Majors 称乌克兰向库尔斯克地区 发射了多达12枚暴风影导弹 发射了有清晰可见暴风影字样的导弹碎片照片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的发言人不愿发表评论 英国此前已允许乌克兰在自身的领土上 使用射程超过250公里、155英里的暴风影导弹 乌克兰一直在向西方伙伴施压 希望能允许其使用此类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本周在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离任两个月前 基辅政府获得了使用ATACMS导弹的许可 莫斯克一表示 使用西方武器袭击远离边境的俄罗斯领土将使冲突严重升级 基辅表示乌克兰需要有能力通过打击 用于支持俄罗斯入侵行动的后方基地来保卫自己 本周这场战争已进入了第1000天 随着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 紧张局势加剧 美国星期三关闭了驻基辅大使馆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严重空袭的威胁 不过美国后来表示大使馆将于星期四11月21日重新开放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Sergei Nerishkin 在星期三发表的采访中表示 莫斯科将对协助乌克兰向俄罗斯领土 发动远程导弹打击的北约、NATO国家进行报复 在美国之外 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大使馆也宣布关闭住基辅的大使馆 加拿大表示已暂停其使馆的面对面服务 法国大使馆仍维持开放 但敦促其公民保持谨慎 克里姆林工对此不予置评 预期特朗普政府的变化 五角大楼星期三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为海马斯、HIMARS火箭系统提供更多弹药 此外拜登政府还免除了美国对乌克兰的47亿美元贷款 拜登以命令官员在明年1月20日卸任前 尽可能地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由于担心后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可能会限制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 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最近几天 我们已经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来取消这些乌克兰贷款 但国会仍有可能对此加以阻止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 已提出一项反对减免乌克兰贷款的动议 参议院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就该提案进行投票 保罗经常批评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两党大多数参议员都支持援助乌克兰 特朗普已表示他将结束乌克兰的战争 但他没有说明具体如何实现 特朗普还批评拜登对乌克兰提供的巨额援助 交战双方认为 特朗普可能会推动和平谈判 并试图在谈判前取得强势地位 西方国家表示 最近几周有超过1万名朝鲜军队抵达 为俄罗斯作战 这是事态的升级 需要做出回应 星期二 11月19日 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制造的ATACMS导弹 攻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一个弹药库 这促使莫斯科发表强硬言论 宣布改变旗核政策 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华盛顿表示 无需调整其和政策 并指责莫斯科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 基辅响起空袭警报 令人紧张不宁 但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表示 一向被广泛报道的 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威胁 是虚假的 该机构并指责俄罗斯 试图通过在网上传播相关信息 来散布恐慌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真主党称 以色列不能强加停火条件 哈马斯重申立场 加沙谈判仍停滞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特使阿莫斯 霍克斯坦 Amas Hockstein 前往以色列协调停火谈判之际 真主党 Haspalai 领导人星期三 11月20日 发表强硬讲话 称 以色列不能在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中 强加条件 同一天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表示 加沙战争结束前 不会有人质交换协议 真主党新领导人 纳伊姆 卡西姆 Niam Kesem 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 以色列无法打败我们 也不能在谈判中 强加条件于我们 卡西姆说 真主党寻求 全面彻底地结束侵略 以色列承诺 尊重黎巴嫩的主权 他还誓言 针对以色列 最近对贝鲁特的致命袭击 真主党的回应目标 将是特拉维夫市中心 也就是以色列人口 稠密的商业中心 以色列外交部长 吉迪恩·萨尔 吉迪恩·萨尔 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表声明称 任何停火协议 都必须确保 以色列仍然保有 针对真主党的行动自由 美国特使霍克斯坦 正在该地区访问 试图敲定停火协议 他此前与真主党盟友 黎巴嫩议会议长 纳比·贝里 纳比·贝瑞 会晤 并表示 会谈取得了进展 接着宣布 周三前往以色列的计划 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火 自9月底开始升级 以色列誓言 保卫边界安全 并让因跨境冲突流离失所的 数万人得以回家 以色列还向黎巴嫩南部 派遣了地面部队 周三 以军宣布三名士兵阵亡 自发起地面行动以来的 阵亡总数达到52人 此前近一年 两方在以色列北部边境 多次交火 真主党声称 对以色列的袭击 是对加沙的声援行动 加沙停火谈判 陷入僵局 在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 不可能进行换服 哈马斯代理领导人 哈利勒 哈亚 Kaleo Elheya 周三在该组织电视频道 播出的讲话中 重申哈马斯对停火的立场 如果侵略没有停止 为什么抵抗运动 尤其是哈马斯 要释放囚犯 人质 他说 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人 怎么会在战争持续时 放弃所拥有的重要筹码呢 美国周三再次否决了 联合国安理会 呼吁无条件永久停火的决议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美国只会支持 包含立即释放人质内容的 停火决议 哈亚将停火谈判缺乏进展 归咎于以色列总理 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ataniho 内塔尼亚胡 则反过来 将责任归咎于哈马斯 哈亚领导着哈马斯 与各方的调解谈判 他说 有一些国家和调解人 尝试恢复谈判 我们准备继续这些努力 但更重要的是 看到占领方有结束侵略的真正意愿 内塔尼亚胡 星期二视察加沙北部的 以色列军阵地势表示 哈马斯将不会在战后 统治加沙地带 并表示 已军在摧毁哈马斯军事能力方面 取得显着进展 哈马斯希望达成的停火协议 包括释放被关押的以色列和外国人制 以及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 内塔尼亚胡则誓言 只有铲除哈马斯 战争才能结束 关键调解人之一卡塔尔表示 已经通知哈马斯和以色列 除非双方表现出达成协议的 意愿和诚意 否则他将停止调解的努力 哈亚还提到 哈马斯欢迎埃及提出的 关于战后管理加沙的建议 该提案建议哈马斯与法塔赫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共同组建行政委员会管理加沙地带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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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